對 我們會配合 不是 我們現在沒有房間 那你要怎麼辦嗎 我們有訂單成立了 你沒有房間這樣子而已 不是這樣說嘛 我們有訂單耶 民眾透過網路平台訂房 但到飯店後 業者卻說沒有房間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我們在外面講久久了 那你沒有房間啦 對啊 那你沒房間 你要處理 我處理怎樣 我們剛剛跟小姐說 我們已經找到房間了 你找到房間就趕快去啊 對 那你是不是要負責賠償 我為什麼要負償 突然沒有房間 遊客要求飯店賠償 飯店業者進來這樣回答 平台是我收的嗎 都有證據 這不是我收的 都有證據 平台我給你 都可以給你啊 你去給我平台嘛 你問一下我收到你的錢了沒啦 這起訂房紛爭發生在花蓮 23號晚上民眾出門玩了一天 要到預訂好的飯店休息 到場後卻發現沒有房間 因為當初訂房時 訂房平台上沒有顯示 飯店房間已經完售 飯店業者也指控 這群遊客根本沒有刷卡付錢 他的訂單根本沒有刷卡成功 他是現場付費 他也沒有信用卡付費 居然要我賠償他十倍 花蓮縣觀光處調查 發現這間飯店竟然是非法旅館 依照他的建築結構來看 他應該是屬於日租造訪經營的模式 依照違反發展觀光條例 旅館非法營業 將被開罰10萬到50萬元罰金 提醒民眾在網路上訂房後 要記得打電話確認 以免開心出遊 卻因為住宿問題壞了性質 藉留幾交網易的花蓮報導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